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了其人工智慧行动计划,打算建立了一个构架,以加强欧盟的人工智慧AI运算基础设施。 其中,该计划将以设立五座AI资料中心为核心,每座资料中心将配备约10万个AI晶片,相较于现有的基础设施,其拥有的训练数量将提高达4倍。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欧盟投资基金承诺为资料中心建设和半导体采购提供200亿欧元的资金,另外还会补充100亿欧元给其他13个较小的AI资料中心。 这些资料中心,预计在2026年投入营运。 不过,AI资料中心的选址仍然是一个问题,在德国政府的部分,打算在境内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以争取设置。 另外,该行动计划还将通过数据实验室进一步解决基础设施的相关问题,其负责对来自研究机构和产业合作伙伴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的作业。 一项全面的数据联盟策略,预计将于2025年启动,目的在建立一个跨境讯息共享协议,为各成员国之间的人工智慧数据资原创建统一规格与市场。 报道指出,尽管大家都意识到人工智慧将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但是目前仅有13.5%的欧盟企业导入了AI相关应用与技术。 因此,欧盟委员会将实施一项应用人工智慧战略,借由欧洲数位创新中心提供的支持,以促进AI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并在欧盟战略性公共和私有部门达到全面性的全面推广。 与此同时,知情人士透露,人宝电脑,伪创资通旗下,维影科技以及美国杰普将对AMD的人工智慧四伏器组装厂提交修改后的报价。 此前有消息称,因叶达和和硕也对这些资产感兴趣,但这两家公司后来已退出竞标。 知情人士称,AMD正与顾问合作,并提交新的报价,该公司计划在第二季度末完成出售, 交易价值可能在30亿美元至40亿美元之间。 此次出售位于德克萨斯州和新泽西州的美国制造资产,正值许多台湾电子公司争相在美国建厂, 以规避美国总统川普当前或未来加征的关税之际。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竞标者认为这些工厂很有价值,因为他们拥有一千五百名技术熟练的员工。 AMD通过斥资49亿美元收购,City Systems继承了这些工厂,该交易于三月底完成。 AMD去年表示,将出售制造业务,以避免与戴尔和惠普等客户竞争。 审议仍在进行中,目前还不确定AMD是否能够达成协议。 行业研究废计师Kundron Sophani和Askar Hernandez Tejeda此前估计, 该制造部门的售价可能在15亿美元至30亿美元之间。 在被AMD收购前的12个月里,该伺服器制造业务的营收约为100亿美元。 对于潜在买家来说,这是一个抢占用于制造人工智慧热潮核心的伺服器设施的机会。 人工智慧晶片领域的主导者英伟达表示, 计划在未来四年内通过制造合作伙伴关系, 在美国生产价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慧基础设施。 包括鸿海在内的台湾企业都依赖墨西哥作为其重要的人工智慧四伏器组装和零部件生产中心。 自2024年11月川普胜选以来,鸿海已在美国购置土地, 并于3月表示将宣布加大对美投资。 其台湾同行广达董事会也已批准为其美国子公司增资2.3亿美元。 在此背景之下,出力器大厂LMD宣布代号为Biennes的第六代LMD-EPYC出力器完成牛片, 预计将于2026年推出。 这个的新一代LMD-EPYC出力器成为业界首款, 基于台积电2奈米N2制程工艺, 完成头片TAPE-OUT的高效能运算HPC产品。 这也是AMD首次拿下台积电最新制程工艺的首发, 而以往则都是由苹果公司的晶片首发。 据了解,AMD董事长苏兹峰近日访问了台湾, 并于4月中旬与主要合作伙伴台积电会面。 在此次会面中,苏兹峰与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共同手持Biennes的核心运算单元CCD, 宣布了这一重要里程碑。 台积电的N2工艺是其首个基于环闸GAA奈米片电晶体的制程技术。 该公司预计与上一代N3节点3奈米相比, 该制程技术将使功耗降低24%至35%或在横压下提高15%的效能, 同时电晶体密度也将提升1.15倍。 这些提升主要得益于新型电晶体和N2 NanoFlex设计技术协同优化框架。 在此之前,竞争对手Intel基于其18A工艺打造的下一代制强Clear Water Forest处理器将与台积电的N2制程竞争, 但已推迟至明年上半年发表。 AMD表示,其代号为Biennes的新一代AMD-EPYC处理器率先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技术, 这展现了AMD与台积电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强大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最佳化全新设计构架与领先的制程技术, 也同时代表着AMD在资料中心CPU产品蓝图执行上的重大进展。 根据预计,Biennes将于2026年如期上市。 AMD同时还宣布, 其第五代AMD-EPYC CPU产品 也已在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新晶圆厂成功启用和验证。 这意味着,未来该系列产品将具备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条件。 AMD董事长苏兹峰表示, 台积电多年来一直是AMD重要的合作伙伴, 他们与其研发和制造团队的深度合作, 使AMD能够持续推出领先业界的产品, 突破高效能运算的极限。 作为台积电N2制程以及台积电亚利桑那州Fib21晶圆厂的首位HPC客户, 充分展现了他们如何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创新并提供先进技术, 为未来运算增添动能。 另外,AMD宣布已成功验证了 由台积电在其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Fib21工厂生产的第五代EPYC处理器的锡片。 这意味着该公司部分当前一代EPYC CPU现在可以在美国生产。 苏兹峰表示, 该公司将在美国生产更多的人工智慧伺服器。 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表示, 很荣幸AMD成为首位使用台积电先进2奈米N2制程技术, 以及在他们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生产的HPC客户。 透过合作, 他们正在推动显著的技术扩展, 为高效能晶片带来更卓越的效能、功耗效率和良率。 台积电期待持续与AMD密切合作, 共同开创运算的新世代。 AMD作为2奈米工艺的首批HPC客户, 将共同推动运算技术的革命性进步。 双方高层的护证, 凸显了此次合作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 市场观察人士指出, 在AI算力需求爆发的背景下, AMD此次技术突破, 将重塑伺服器晶片竞争格局。 随着2奈米Zen6处理器的温饰, 资料中心将获得更强大的运算引擎, 为生成式AI、科学运算等前沿应用提供核心支撑。 同时, 这也预示着2025年将成为HPC晶片技术跨越的关键年份。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